滴滴滴滴 甜蜜搬车本期看点 哈喽甜蜜搬车小伙伴们 大家好我是徐凯 上时的黄泰孙徐凯帅起来洗 美食故事放下送不停 每天醒来 当然都想见到姚子晴在我身边 为我做饭 那如果在现实生活中 姚子晴给你做饭翻车了 他还想命令你全部把它吃掉 那你会怎么应对呢 做做梦吧 你要带一种料理去到古代的话 你想要带什么 我觉得如果要回去我就开个 女生的最爱 其实就是一百一手就这么一定 好的 这个可以剪掉 一圈 两圈 有点猛 还是有点猛 我们敲螺子影 回答错误 开转 对 对 厉害 厉害 这么脆吗 什么东西这么脆 不会是黄瓜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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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搬车了 欢迎大家来到甜蜜搬车 我是今天的搬车员石凯 哈喽 我是隔壁的搬车之花俗称 隔壁的你来这干嘛走开了 主要是你想见隔壁的我了 我就过来了 来送客了 隔壁的你要开行 我们前方的道站是一个辉煌无比的一个地方 叫上石殿对不对 对 没错 听说剧中还有非常英俊潇洒的黄太孙正等着我们坐我们的搬车去上班 这是一个大皇宫 你去上班 天哪 天哪 那我们赶紧就请他登车吧 请出我们的上石的男主角 欢迎徐凯 欢迎徐凯 哈喽 听听班社小伙伴们 大家好 我是徐凯 因为大家都知道上石我们期待很久了 确实是一部非常值得期待的剧 你们有好吃的 好玩的 好看的 当然还有很多 就是值得我们期待的一些恋情 不能再多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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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恒店有一个代言人就是我们的徐凯了 他们都叫他什么 叫叫 叫凯店 凯店 你有听过吗 就网友送给你车 听过 因为我们的这个徐凯的今年是依旧扎扎实的稳扎在我们的恒店工作 代表观众朋友问一下就是你有没有想过要逃离恒店的冤枉呢 其实就应付是挣扎一两下 就知道自己还是会在恒店代言 永远为恒店代言 就哪怕就是有一天有人突然间闯进你的世界里面 你也会只带他来恒店就是来旅游之类的 对啊 谁会带来恒店啊 大家都知道我们平常上班其实都懒懒散散的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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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认真的 我是吧 好我我是懒懒散散的啊 不说了 看白了 今天你去到这个大皇宫里面去上班 这么心心念念 不光光是为了上班而去 这不是皇宫还有什么其他吸引我的一些事物啊 对比如姚子晶啊 会不会就是让你长留在这里的一些因素呢 是剧中是吧 剧中剧中 那当然了 那我每天醒来当然都想见到姚子晶在我身边嘛 为我做饭啊 谢谢 对 对 那我们这边也搜集了一些网友 为朱瞻基和姚子晶取的一些CP昵称 那就还是金展花咯 嗯 它的寓意也是 我觉得挺符合剧中两个人的一个感情线 比如说陪伴啊 成长啊 然后纯粹啊 一直走到最后 升级打怪兽的那一天 对 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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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羡慕 对 啊 然后想问一下凯哥你在剧中饰演的这个朱瞻基啊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交属性呢 他是社交流露症还是说社交恐惧症 或者说是一个社交平稳症的那种 属于社中吧 就是社交平稳症 我觉得朱瞻基不需要社交牛牛症 嗯 你的身份摆在这儿了 对 可能他下面的人需要 需要社交牛牛症吧 我只需要 去给回一些回应和回复和答案给到他们 嗯 他不懂你要告诉他 定期要一视同仁 请殿下恕罪 这些孩子又于身工 眼界有限 有殿下的教训 胜过我十年之功 记住今日一席话 一个人要有广阔的心胸和眼界 与你们一生都有益处 是 那朱瞻基在喜欢的女生面前啊 他会有什么样的性格上的一个变化吗 嗯 嗯 我觉得刚开始是不知道该怎么去抓住他 嗯 所以可能用的方式是 可能说比较直给比较霸道 比较有点上下属的关系去命令他 嗯 然后没想到 他也不是这一套吗 慢慢慢慢的就开始换了一种方式去 两个人平等去对待对方 嗯 你觉得是哪一个点就让你觉得两个人走近了 我觉得是因为没有别的点了 哈哈哈 才能 才能放下身段去两个人一起相处 嗯 你觉得紫荆最打斗你的那个点是什么样的 肯定是被他的美貌惊艳到了 然后又又会做饭啊 嗯 然后又聪明啊 嗯 从会外在走近内在的那种感觉 对方方面面 嗯 对对对 那想问一下凯哥你觉得你和这个朱瞻鸡这个角色 你们之间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那肯定是没有他有才华了 因为朱瞻鸡文武双全嘛 嗯 几乎没有他不会的 那当然格局也没他大了 在那个时候他的身段他的格局 还有就是 嗯 生活方式不同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现在生活很多姿多彩啊 那他们那个时候 有齐挺枯燥乏味的 那作为一个美食力之巨 那观众最磕的应该是男主角一路陪伴紫荆 然后升级进阶 因为他是从这个厨房小白 然后变成了一个高级大厨 那如果在现实生活中 如果姚子荆给你做饭翻车了 他还想命令你全部把它吃掉 那你会怎么应对呢 现实生活中啊 我是徐凯对不对 对对对对 那做做梦吧 你刚才那样就有皇帝的那个感觉啊 你反而变是徐凯这是皇帝 对对对 那那如果你是朱瞻鸡呢 姚子荆做饭翻车了 但是他说你必须把它吃掉 那不用他说我一定会吃完 我一定会说好吃 因为他是我爱的人 这朱瞻鸡爱一个人 是真的就是爱他的全部 当然了爱一个人就会爱全部的 对吧 但徐凯本人呢 那我不会 我为什么会 做的不好吃 咱们就点外卖 对 咱们要让生活 咱们过得也会很好 你要这么直男吗 这是我用心烹饪的 没有什么 那你就自己吃 观众朋友帮帮我好吗 救救我 现在感觉是两个凯开 我没办法 就是他们都是谈恋爱 像这个烹饪料理 然后你们金斩花夫妇 你们之间的感情是小火慢炖型呢 还是说火辣烹饪型 我觉得小火跟猛火都有 我觉得这是需要一个起伏 那两个人感情 那也有可能有小路乱撞的时候 然后有那种猛烈进攻的时候 两个人 你浓我浓的时候 对 我觉得都有吧 那如果想在这个感情里面加一个佐料的话 你觉得要加一点什么好呢 比如说 比如说加醋 就是让你多在意我一点 因为我随时可能就会吃醋 对 我们怎么那么懂呢 对 就主要是我们追剧就是喜欢看这种 你知道吗 就是多加点糖 还不够甜 我觉得应该 你刚刚说的没错 我觉得应该加点醋吧 就是多陪伴我一点 照顾到我的感受一点 嗯 嗯 那么我平常呢 其实对料理也有一点点的研究 假如说我要去古代啊 我会把我们尝杀的这个香菜调到古代去 想问一下 绝对火爆 你觉得要是你要带一种料理去到古代的话 你想要带什么 我觉得我们现代都是从古代很多流传过来的 你古代满汉全息这些吗 我觉得如果要回去我就开个奶茶店了 珍珠奶茶店了 哇 女生的最爱 是啊 奶茶店那就没有别的了 其实 是不是吵架也不怕 没有一瓶奶茶搞不定的是吧 对啊 你是我的什么 真的就是 我觉得姚子精就是 哪怕就是吃遍了天下美食 做遍了天下美食 但是可能你一杯奶茶就可以马上搞定它 对 不过他的芳心 那如果为朱瞻街和姚子精小两口 安排一个慢综艺的话 你觉得他们俩适合玩什么 居家呀 那个慢综艺还是说去外面旅旅行啊 或者说开一个店 我觉得肯定是居家做饭啊那种了 就每天都是两个人在就是甜蜜中享受美味啊 这种的 对 就是我们知道你和景言呢 就是认识很久了 就这一次合作这个上时啊 有什么新的感受吗 嗯 我觉得应该熟的人是没什么感受的 可能我觉得对戏的唯一好处就是 两个人不需要磨合 就上来就可以演 但是呢如果跟没有合作过一上来 可能多少需要有一点那个磨合 磨合期 对 那假如你要就是把景言形容成一个小动物的话 你会形容成是一个什么动物吗 小狮子 因为它是狮子座 然后也很要强啊 很刚啊 对啊 对啊 我觉得小狮子很很像他 真的是应该懂他了解他了才会说出来 那因为狮子也是我们的女人 哈哈 打得太好了 是不是 哇 这个我不行了 嗯 我呢作为这个甜蜜班车的班车员之外呢 也是一个出入茅庐的一个小演员 所以就想问一下 演员也没有小演员的 谢谢 就是在冬天冬天的时候进度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又扛动又帅气的什么时尚单品啊 就是那种可以推荐给我一下那种帅气的我不知道有什么冬日单品了扛动的我倒是有挺多的啊 我是穿一个棉裤了 棉鞋 嗯 就像会被身边人说哇你就好像几十岁的人 那你就好像四五十岁的 保温杯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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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比较懒 嗯 我不喜欢买那种雨很少那种雨容工作我就穿一个 浴袍 就像酒店里面浴袍一样 绳子一绑我就去工作了 在冬天排斥就一定要保暖身体是最重要的 对啊 当然啊 盆店的冬店很冷的好不好 敬业的一个精神 很冷的好不好 没错 哦 什么声音 接送朱山基的班车邮箱见底 赶紧下车加油吧 朱山基好好表现哦 这个跟我们平常听到这个警报声有点不太一样 但是音音好好听啊 甜甜蜜蜜 是 那我们今天就带着这个甜蜜的祝福 去到我们这个加油站给我们的班车加油吧 凯克演了这么多古装剧 要不要给自己设计一下 嗯 一个古装剧的一个出场方式 出场方式啊 帅气的 啊 那那不是唱剧的吗 这是金剧 我们是古装剧 其实就是很正常的就是啊 没有没有一百啊 其实就一百一手就这么一定 你模仿一下 我摸 嗯 好的 这个可以剪掉啊 没有没有没有 还是表现得很不错的 好 那接下来呢 咱们是要通过加油站任务 干杯吧朋友 为我们的班车加油 有 两名玩家合作 转五圈后 用三秒记忆图片 并将五个杯子 按图示颜色顺序排列 答对四题 即可加油成功 有没有信心 没有信心 当然有了 那太棒了 我没什么信心 反正我只是加油的好不好 来 齐心合力 三 二 一 一圈 两圈 三圈 四圈就很恐怖 最后一圈 五圈 好 快点 我们看三秒钟 记忆力 记住颜色 我只记住了红白 蓝 黄 黄在这吧 我觉得水感现在还有一点晕 五圈怎么会这么晕 好猛 我们现在有多少人 你看了你觉得 我真的好晕五圈 五圈怎么会这么晕 真的好晕五圈 真的很晕吗 跳楼 跳楼 那确定了 在很晕的状况下 来 我们敲楼示意 来 我们来公布一下 回答错误 第一个颜色应该是深红色吧 应该是这个 来我们还原 对了 看不清楚了 看不太清楚 但是你有感觉了 对不对 很有感觉 很有晕的感觉 好 第一题 没关系 我们再接再厉 来 三二一 开始 好 转圈结束 来 记忆三秒 哥 你刚刚不会每记忆一个 我真没记住 真的很晕 我可以提示一下吗 真的是红白 好不好 红白 对了 蓝黄绿 红白是在左边 来 准备好了 我们一开始 好 来 左边 先左边再右边 红白 对 好 再看这边 蓝 蓝绿黄 黄绿吧 蓝绿黄吗 蓝绿黄 蓝绿黄 蓝黄绿 蓝黄绿 请问这里拿一个蓝色 谁说蓝 你是 就这样 就这样 哥 就这样 黑黄绿 确定了 来 三二一 公布一下 再思考一下 对了 绿色 绿色是最上面的 我们时光倒流 是 哥我们再思考一下吧 我觉得 你再确认一下最后的答案好吗 蓝黄绿 蓝黄绿 对 我觉得这里好像应该可以双调整一下 蓝黄绿 没错 黑 这叫绿 绿黄 绿黄 终于回去了 终于回去了 这个绿 这个是 好 确定没有 确定最后的答案 好 来 效果示意 好 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 对了 我觉得你们可以摆出这个动作了好不好 胜利的姿势 准备好了 我们就开始第三题了 好不好 开转 所以我可以反着转 所以你转一圈以后 再反着转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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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一圈再反着转它就会没事了吗 你可以试一下 我刚才试了 感觉非常好 三圈 刚开始计 一个计左边 一个计右边 记住了 好 你看 有感觉了 确定有感觉了 快很准 我们徐凯就是直接在三秒之内就已经摆好了这样的 我们来确定一下是这样的答案对不对 来 敲锣试一下 来吧 好 来 答案揭晓 要答对几题 四题 要答对四题 我还要赚 两个人加起来五圈就可以了 合起来五圈就好了 早说 真的很晕 导演总在这个时候显得我这个裁判就是过于严厉了 对不起对不起 合起来五圈 是两个肉合起来五圈吗 我觉得你们越来越同步了 好 哦 这个是四只小鸭子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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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BQ了 BBQ了 白菜第二个 这个要算累什么 当累着累着 累着 累 累着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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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 小黄旗 对 后面跟着三个小鸭子 这就是哪个 很快 来吧 不管了 好 对了 太好了 这真的是可以 但是我还在发疯的时候 太厉害了吧 厉害了 真的可以 是怎么做到的 问一下许凯 真的 我脑子一直在想那个鸭子是什么颜色 后面两只 中间两只 你就是记关键的两只 对 因为它那个棋子太讨厌了 它上面那个符号让我少忽略的 就容易记偏 我们这个图斜画挺好的 是不是 其实导演子还是有用心的对不对 有用心加大难度的 对 好 最后一题 来 三二一 开始 一圈 两圈 三圈 好 一共有五圈了 好 快看 三秒 好吧 太快了吧 我只看到了一个黄色歌 我觉得我们现在说话都是在干扰 对了 我真只看到一个黄色歌 我也是 我说上面是白 上面是黄 对了 真的可以 有徐凯 必成 好不好 太棒了 厉害 太强了 初三鸡表现太棒了 苗子鸡表示很满意 牛香加满 我们出发吧 出发 谢谢锦言 谢谢紫荆 来 走 我们继续出发吧 厉害 还是不得不去美凯克的这个记忆力 我反正是啥也没看清 演员 他就专业度就在这里 如果你自己记台词 会不会正组之前就全部记下来 还是说当天就把它记下来 前一天会去把明天要拍所有的戏 然后前后场 包括今天我要拍这场戏 我会把前后场牵 就通顺一遍 就是接一下自己的情绪和状态 我们刚刚看到的是真的就是很快 是的 哥你觉得刚才那个游戏里面最难呢 你觉得难吗 就是像这样的快速记忆法 对 我觉得很难 我觉得 这是摧残记忆法 我觉得头真的很难 难的不是记忆 难的是前面的那个 一定会 因为我刚刚休息的时候 我让我的工作人员 原地转五圈 我说真的很晕 他有这么夸张 我说来你转五圈 他转五圈 他转五圈在你站着 也没有吧 刚让你走了吗 我走了 他说不行了 不能走 真的很晕 不幸的观众可以试一下 就原地 五圈 真的很晕 但是在一个晕晕的状态下面 你看其实后面还是完成得很好 是的 好的 那接下来我们凯甸的上班之旅 要继续进行了 对 做完我们一个夜班奖励的话 其实是获得了一份什么呢 叫做神秘宵夜盲盒 宵夜盲盒 对 听说作为一名优秀的吃货 是要具备一个什么样的能力呢 当然是我们的听觉 我们接下来要考验的是 吃货皇太孙对这个食物的听觉 是否细微过人呢 我们又准备了一些宵夜 我们来吃 你负责猜 那我们注意皇太孙吃点好吃的 你来听声便物 好了 上宵夜 好 那我们这个 吃的道具已经在这儿了 我们好幸福 晚上也宵夜吃 还有考验是不是 你看 来 我们每人先选一样吃的好不好 但声音也不能发出太大 这个 我也好想这个 我也很爱它 怎么办 真的很爱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值得我们这么轮番强的 可能很疑问吧 对 我们先听第一个 你吃的很明显 你吃的真的很香 你们这个真的 好吃吗 什么 我完全没听到 真的好吃吗 再给你听一次 嗯 你是不是在吃面吧 你真的很假 你们得真的很正常的吃给我听的了 好 现在正常 你可以看一下你经纪人的眼睛保证很正常 不会是辣条吧 试试一下最重要的答案 我等一下这个味道很熟悉的 你给我闻到了吧 闻到了吗 完了 这个猜不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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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不出猜不出 再想一下 有点脆脆的 这个有嚼劲 我们只能提示到这儿 大众都很喜欢 薯片 不是 不脆 特别香 辣条 太扯了吧 谁也想吃辣条 回答正确 真的 给你看一下 就是这个 你会吃吗 平常就穿夜班 我会 我们难度升级了好不好 我觉得你可以选它 我要吃它吗 对 我先给它剥一层皮 它的每一个发出的声音都是提示 好了 我要吃了 这么脆吗 就这么脆 什么东西这么脆 不会是黄瓜吧 接近了 再来一口 这么硬 白萝卜 红萝卜 红萝卜 回答正确 来 第三个十五 请听 不加表演了 好 直接来了 你这个没加表演 好 我现在不加表演 你听声音 是没有声音的 对你让我听什么 没有声音 我现在不加表演 我觉得你吃吧 我觉得你咬 就是吃肯定是有那个声音 就是 好 苹果 不是吧 宵夜 减肥的 减肥的 吃蔬菜还是 我们刚才那个声音 你听到的是它咬的声音 它吃是没有声音的 什么是减肥吃又没有声音的呢 往粗粮上面靠 粗粮上面 这音这确实很难 一般人我觉得很难听出来 真的很难听出来 是那个玉米 是不是 对 是那种小玉米糖 对不对 这是软度的玉米 没有任何声音 你们有没有吃过小时候 那种小玉米 我知过那个玉米糖 就跟这味道很像 结果是真的我出来的 厉害 只能说 全部回答正确 我觉得因为最难的是我这个玉米了 我觉得这个玉米确实挺难的 但玉米味道最大 很香 对 但是味道它会有一点点飘出来 但是总的来说 关于这个听觉方面 真的是这个 漂亮太棒了 那我们测下道具吧 好 下道具 还没吃完 对吃货的自我修养 我觉得水改是拿捏住了 这是没错 对 你其实从这样去听觉是比较难的 因为我们平常听的那种都是戴着耳机 戴着耳机 戴着耳末上面 它是你咽个口水都 对 很大的意思 但是你这样能直接听出来的 听不觉得很棒 那想问一下许卡 有没有在剧中学会做适合冬天吃的美食呢 做的话就包包汤了 暖身子 对 那你在冬天最喜欢吃的美食是什么 火锅 当然火锅了 你有没有在剧中吃火锅 当然了 就在剧中也吃 然后戏外也吃 其实火锅很简单 我在剧中吃的 它就没有那种麻辣锅什么 清水锅嘛 那你就清水烧牛肉就很好吃 蘸点调料 对 我们现在不是也有吗 那种 现在就 好像牛肉 我们那边 对 那横店好吃的也太多了 好不好 对 你觉得保持身材的路上 你最大的绊脚石是什么 也是火锅 火锅其实 又好吃又胖 放的东西又多 对不对 油也多 但是不油又不好吃 因为火锅的灵魂就在这 对 昨天我在横店去吃了两次火锅 吃辣的还是不辣的 一定是爆辣的 对 就很多身边朋友吃不辣那种 我说你不辣的 那没有灵魂了 你去吃关东煮 你吃火锅干什么 火锅就是要火火辣辣 就是油 好不好 对 尝遍了山泉海味的黄太孙 是否想念家乡的味道呢 不如我们就以黄太孙的口吻 安礼一下徐凯老师家乡的味道吧 要有黄太孙的口吻 那有孙的口吻 那有孙的口吻 那入戏了 这肠粉我给你放这了 你要不吃的话 我就叫人把你拖下去 吃了 吃了 我吃了 好了 好了 我感觉你现在是如鞋太车了 最后我们想请能文能舞的徐凯 也是竹篮鸡 用一个抽到的词来即兴的造句 好 来吧 我们这里准备了五个词 随机的抽取三个好不好 然后再组成一个一句话 抽三个是吗 三个抽取三个是吗 好喜欢中间的 刚才的 竹篮鸡是 竹篮鸡是 竹篮鸡是竹篮的意思 对 油麦呢 油麦是 油麦是什么意思 幽默的意思 幽默 你好幽默 这个我知道算你狠 算你狠 好 造成一句 对 算你狠了 姚子晶 从来没有人当面拒绝过我 你是第一个 算你狠 观众们 你们看到 竹篮鸡跟姚子晶 甜甜的画面的时候 一定会且喜的 姚子晶跟竹篮鸡的相处方式 是非常的油麦的 对 我这边就是看上时 没烦恼 是的 只要看了上时 我相信永远都会有好事发生了 发生了 让我们一起为上时打扣吧 打扣 前方既到站 横店上时站 我们现在就护送我们的皇太孙 现在要去到我们的皇宫里面 去上班了 皇上慢走 辛苦了 护送 护送徐凯 抵达到站 谢谢徐凯 谢谢 我们已经送到站了 那在这个时候 他还有什么话想送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呢 希望观众朋友们 一定要多多支持上时 上时追起来 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上时 多多支持徐凯 几年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看上时日 昨天下班路上 小班竟然闯绿灯为章了 我只知道不能闯红灯 这闯绿灯也为章吗 什么叫做闯绿灯 车辆明知道前方拥堵无法行进 但是在绿灯情况下 仍然继续驶入路口 导致其他方向的来车 也堵住无法通行 这就是闯绿灯 懂了 如果正常的情况下 绿灯亮了 你车不走 也要被罚款计分吧 没错了 一定要记住 闯绿灯和绿灯不通行 都是违章 这次和徐凯老师再次搭档 在感受上有什么变化吗 知道要跟他演的时候还是挺 主战机这样的男孩子 你觉得是符合你的理想型的吗 我觉得 你拿捏他 他拿捏你 戏里面 其实我知道主战机 包括徐凯他最爱吃的 做的一个菜脚做的 姐姐有听过 这一句 你听过T和B的说法吗 知道 什么 H E和B E的说法 B E我倒是知道 H E呢 H E 别问 问就是不会 绷不住了 O T D 你要撒娇 你不撒娇的话 你就没得玩 好知己了 好知己 妙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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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妙 把一行白路上青天 快猜 就这个继续记 咯咯咯咯 妙妙妙妙 咯咯咯 船船 青州已过万崇山 累死我了 登国金钱内容 锁定三月十三号 周日十二点 甜蜜班车 入景言 曹文奇 施凯 先一发车喽 中文字幕志愿者